我从中学 然后考到这个艺术学校的时候 我是全省第二名 考到上海戏剧学院是全国第一 那王老师 您当年考了这个全国第一名 到这个上海戏剧学院 反正要搁我 我到学校我就横着走了 见人打招呼 同学 我是第一名 同学你好 我是第一名 我到了学校以后呢 我就挺自卑的 怎么还自卑啊 第一名啊 看到了那个大上海了以后 就觉得自己特别不适应 然后就觉得自己和别人比起来 哪哪都不行 还年龄比别人大 因为我当时下决心 从工作单位考大学的时候 我已经到了考大学的 那个年龄的上线了 上线了 就觉得看到年轻的 那个同班同学呀 看到大家都是那样的时尚 朝气 美丽 漂亮 就觉得自己又土 年龄又大 什么也没有 就觉得挺自卑的 我读到一年级的时候 我就跟我父母就商量 我就想退学 当时跟我父母商量完了 我就去找我班主任 李学通老师 他说你为什么要退学 我说我老了 他说你老什么呀 我说我就是老了 那时候我就二十多岁 我就说我自己老了 反正我们老师说 如果说你要是说 趁早成为明星 他说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招你的时候就不觉得你是明星 我当时也傻了 我觉得这个话 对您的那个年轻时那颗心 又是一个二次打击 对对对 他说我招你的时候 就没觉得你能成为明星 他说因为我招你的时候 我就认为你是艺术家 你不要老想着当明星 你要努力地去让自己 做一个艺术家 而我听完以后 我很欣慰 突然我觉得 不当明星 当个艺术家不是也很好吗 但是我说 艺术家也不是一天当成的 这个生活日子也得一天天过 那个时候你也说了 家庭条件不是说特别的富裕 那时候我父母都是双职工 工资很低 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我父母的工资 一个月就三十多块钱 要供三个孩子去读书和生活 所以我从学表演的时候 我就很节省 那时候我们还用粮票 二两一个馒头 我们经常就是 一个星期的我要规划 我吃几次肉菜 然后要吃几次素菜 我要把自己的这个钱 我要节省下来 不要花超了 不要给家里人增添负担 我不知道今天的孩子们 如果你们现在 拿着父母的钱 在外面胡吃海塞 哦 要打住哦 替你们的父母要想一想 用自己的奋斗 去挣自己的钱 没错 那您后来就是演戏啊 学戏什么的 会有很多的努力吗 我一直都挺努力的 我是学话剧的 有一次我们的老师告诉我说 哎 你的滋滋滋滋滋滋 你说不清楚有点漏气 如果你要是练不好的话 你到舞台上 你说话大家听不清楚 那么你很有可能 你就上不了舞台了 对 而且一说上不了舞台 我头都炸了 当不了演员了 上不了舞台了 那我学表演干嘛呢 于是乎我就每天 五点多起床 然后呢 等我把台词练完了 功练完了 大家才起床 冬天的时候 牙刷是硬的 毛巾跟张板一样是硬的 等我练完功一身汗的时候 他们起床了 那么多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这个艺术家 也不是一天当成的 这个生活 日子也得一天天过 那个时候 家庭条件 不是说特别的富裕 那那个时候 有没有为了这个生计 或者为了能够接一些戏 而去奔波呀 我在大学的时候 没有拍过戏 我们有同学经常出去 挣挣钱拍拍戏 很多人到我们班来选演员 为什么都没选上我 我就那么差吗 我觉得自己 又开始 又自卑了 为什么别人就可以选上他 而选不上我 后来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导演 特别棒的戏选上我了 那学校也不让我去 我当时我说退学 退学 退学 那个脑子又开始想要退学了 我说也许我拍了这部电影了 我就果了 然后我就开始生气 在课堂上有一场戏 有一个细节 我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老师说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呢老师说 你那个不对 我说我当然不对了 我要对我不就当老师了吗 其实没牟地 没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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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当时那个心情你知道吧 你想象中那个成名的机会 也许就摆在那儿 可是你就是去不了 就是这阵那火 一下就起来了 那火就起来了 当然了也许你去了 你也火不了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总觉得这机会浪费了 对 你就觉得 机会不能浪费 是 抓住 是的 所以那时候跟老师 就一肚子地火 一肚子地火 然后就顶老师 后来想来想去 我就觉得还是要读书